哈嘍的教室 那這部影片並沒有在我的計畫之內 是因為昨天晚上有人發給我一個 休塔爾克打天魔6的影片 那我跟其他人討論一下可行性之後覺得OK 然後實戰情況也算理想 所以我也會分享給你們 那這部影片就會講一下天魔6支援的表現 還有門檻的部分 另外他原本的主場SS可以秒殺天魔8之間 所以我也會提供門檻 我會打在置頂留言有需要的可以去看 但是注意雖然我覺得他可以打天魔6支援 可是我沒有很推薦因此去抽休塔爾克 因為終究不是一個正常的市政 之後如果出個新角還是有可能爆掉他 怎樣的人可以抽 我只推薦在全隊能組出兩支以上普羅基恩這個角色的時候 然後你自己沒有按刀的情況 我會認為你可以抽一支來看看 當作沒有按刀的另外一個穩定的選擇 OK那我們就進入正題 那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休塔爾克的SS倍率 那一階還有二階的數字我都打在上面了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那閃天級這個東西呢是打他目標從正下方往正上方砍 有一個範圍至少打天魔8之間的時候呢 是可以砍到所有弱點的 連右邊的也能砍到 那第二個閃天級的倍率是完全隨機的 這是繼暗影之後呢第二個完全隨機的SS 而且更白癡的是同一次的閃天級都可能有不同的倍率 比方說我閃天級砍到敵人嘛 我可能打到敵人的這個本體是15倍 然後打到弱點的時候只有12倍 嘿就是這麼北爛 所以如果你情況比較衰的話可能會秒不掉王 但是在我的影片不用擔心這個問題齁 我個人很貼心的幫你們計算最非洲的情況了 就算你已經跟非洲球長一樣歲了 你還是可以秒王齁這個不用擔心 那接下來呢就是主題 修塔爾克六支援王已秒殺的門檻 那前提還有這個數字我都打在上面了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個門檻是沒有潛力的 因為潛力這個東西觸發不太穩定啦 你不一定開SS的時候一定能觸發 所以我就不計算 畢竟是給非洲球長看的嘛 好然後再來呢就是這是王滿血的門檻 你可以把加密換成其他國師 比方說加級或是等下我介紹的其他的都OK 這樣子你前面可以更好打齁 那再來呢就是修塔爾克的果實要求 第一個是由於這關有屬性篩選啦 那如果你帶一隻非暗屬角色進場的話 正常是會被打16萬 但是修塔爾克有無屬耐性N 所以他只會被打8萬 可是8萬還是很痛啊 所以修塔爾克必帶減傷果 這是一定要的 那這樣子就只會被打6萬 威脅就比較小 然後另外就是你可以選擇速必殺 這樣子王一就可以穩定開到2階SS 大幅降低你的門檻需求 那原本的一些加級呢 你可以換成其他生存類的國師喔 這樣子可以更穩定 然後當然啦 你如果不想帶速必殺 也可以用大賢者守護獸 但是這樣你就不能帶能回血的守護獸了 對我來說就是少一層保險 當然如果你有普羅基恩複製人的話呢 就不用管那麼多 你可以帶打賢者 那這關的另外一個問題呢就是 毒傷 那王會放全體毒隕石 那你被丟到毒隕石之後的三回合 每回合一隻會毒3600喔 那四隻就是多少 14400 每回合就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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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空 非常痛喔 然後尤其是台版沒有喬巴守護獸 可以解毒跟補血 所以對耐毒的需求會更大 那在你有達標修塔爾克的秒王門檻之後呢 可以試情況看你還有幾個位子 決定你要裝幾顆耐毒果 然後除了耐毒果以外呢 愛心強化我也蠻推薦裝的 搭配開場生愛心的道具效果還蠻不錯的 那減傷果的話呢 除了給修塔爾克以外就比較普通了 因為除了鼠塞和毒傷以外 就沒有太多威脅 不如去裝加密集齁 你並不需要太擔心 就是加擊果太少的問題 因為這關啊 其實火力需求不太大啦 你看我左邊 這是我們這次用的隊伍 文章這麼抽象都能過關了 前面本身就是小怪關 大部分都是一擊殺 然後到最吃火力的王關呢 又是直接用修塔爾克秒掉 所以整體來說就不太吃火力 不用太擔心齁 那最後呢 就是修塔爾克可以搭配什麼樣的隊友 第一個就是我在影片開頭 就提到的普羅基恩齁 他有很多特點 第一個就是他跟修塔爾克同族 同戰型同擊種 果實搭配非常簡單 而且效益高 我個人理想的隊伍就是修塔爾克 加上三隻普羅基恩 只是我日版沒有普羅基恩啦 所以就只能用按刀代替了 那被動還有吸取 這也很重要 在修塔爾克被鼠塞打6萬之後 也能輕鬆的補回來 然後開SS也能補血 就算你只開一階 打盾或弱點 隨便也能回幾萬血 你基本上是死不了的 不要失誤太多就好 那在你隊伍有附數普羅基恩的情況下呢 不用回血守護獸也是完全OK的 那第二隻角色呢就是艾蜜莉亞阿法 他其實沒什麼特點啦 就只是跟修塔爾克通族通擊種 好配果實而已 剩下就沒什麼了 然後SS延遲呢用處也不大 因為他延遲不到威脅最大的屬性篩選 然後最後就是如果你要用他的話 不要開超速度型 不然有超速度干擾的話 過關難度會更大 那當然如果你已經開了就算了 硬著頭皮用吧 那最後一隻呢就是摩奇亞 那會講這隻的原因 是因為昨天我看到的那個影片呢 他有帶摩奇亞去增加自己的血線 那只能帶一隻毫無反應的撐血放置器 但是我個人其實不是很推薦帶摩奇亞 你還不如帶正常式 正多塞幾個加密 為什麼 因為這關你的血量會有問題 還有一個原因是輕怪太慢了 導致你的血量被不斷的消耗 那帶摩奇亞基本上就跟帶一隻肺動是一樣的 反而降低你的容錯率 而且他射擊技能的回血也不穩定 我個人實測下來的感想是 你只要果實又耐毒 修塔爾克身上有減傷 然後適當的裝加密果實 然後輕怪失誤不要太多的話 血量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你並不需要一定要把血線撐得多高 好那關於這個角色的各種表現情況 我都已經這個跟你們講了 那接下來呢就是實戰環節囉 OK那我的隊伍呢在前面秀給你們看了 就不再講一次了 其實講到這邊我好像忘記講最重要的事情 對不對 就是為什麼要用修塔爾克 那修塔爾克主要的優勢在他是貫通 的同時還能秒亡 因為我們過往六元的話是可以秒亡的 那用的是忍田 那也有人用王岐啦 蠻難用的 但是呢不管是忍田還是王岐 他們都是反射 那反射的話你打前面就很難有什麼貢獻 那用修塔爾克雖然屬性不對 但是他是貫通 而且他本身有魔族殺手M啊 親那個木乃伊其實也很痛喔 當然這個前提是果實還有隊伍要準備好 不然遊戲體驗當然是很糟糕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關卡裡面有春雨 那春雨的話呢修塔爾克減速到LV3可以一擊殺 那LV2打弱點在內部的春雨會殘血 因為超力量就沒了 那我用這隊的話呢 跟朋友實測的兩場都穩定過關 而且沒有什麼運氣成分喔 甚至影片的這場是第二場 連這個守護獸都沒開到 如果你是本來沒有按刀 但是你剛好有普羅基恩的玩家呢 是真的可以嘗試看看的 並不會很困難 好那這邊呢講著講著 第二關就過去了 來到第三關 那第三關呢算是這隊的鬼門關啦 好應該說不管你用什麼這關都是鬼門關 比較吃操作的 好那我們這邊呢就用修塔爾克清掉一隻春雨 那修塔爾克因為他本身沒什麼加速手段 那基本上你在碰到減速的區域之後 他很快就會撿到LV3了 所以他殺這個弱點在外面的春雨並不會很困難 好那這邊的話呢稍微思考一下 好這邊呢帶了減速然後走下來 把另外一隻這個春雨也殺掉了 這樣子就剩下右邊兩隻弱點在中間了 好那這邊的話呢就 我們要碰兩個能量方塊 因為他的弱點在中間嘛 好然後再減速這樣子就可以把另外一隻給殺掉 那剩下一隻了看看按刀能否殺掉 OK能殺掉嗎 喔沒有殺掉 因為這邊呢踩到兩個加速了 完全沒減速到就沒殺到 很可惜 好這邊的話呢修塔爾克 看看能否殺掉 那這邊呢修塔爾克先踩了加速 然後再踩了減速 他很快就減到LV3了 雖然這邊關鍵傷啦 但是就算沒有關鍵傷也能殺 好那這邊呢就來到第四關 基本上你只要過完第四關 你已經過完一大半 喔第三關你已經過完一大半了 因為第三關就是最難的了 好第四關難度就普通 木乃伊本身也不會說很難殺 好這邊呢我們再嘗試一次去擊殺木乃伊 OK那這邊呢就成功擊殺了 剩下王那王呢基本上就是一個殺包 那如果你覺得打王還有干擾的話 也就是右下角的盾的話 你可以先把右下角的盾給殺掉 比方說這邊啊我覺得 我的位子老實說真的不是很好 所以呢我這邊就會選擇 撞完能量方塊之後 再跑回來去把盾給殺掉 至少把其他人的阻礙給清掉 好那這邊呢就成功的把盾給殺掉了 剩下王王真的就只是一個殺包而已 好這邊呢就正常對王輸出即可 好這邊就正常對王輸出即可 OK你看修塔爾克本身的輸出也不會很差齁 這邊為什麼要開SS呢 因為你看到你們在打的時候要時刻注意上面盾的CD 那剛剛呢 上面有一個CD5嘛 你們現在看到 他變1的時候就是代表他要放屬性篩選了 你的血量一定要準備好 這也是剛剛為什麼會開SS的原因 那這邊呢 就這樣子 就很成功的把小王給帶走 進入王關 好 那到王關呢 一樣清掉這個春雨 好 OK 非常好 那這邊呢 我們再清掉另外一個 那他這個位置呢 比較好清右下那一隻 就清掉 OK 非常好 這邊的話呢 他開SS 然後把下面的比特頓給殺掉 這邊並不是因為要鼠塞的關係 而是因為啊 等一下幫這個修塔爾克做球 好 那我這邊按刀再把上面的殺掉 那這樣子等一下就可以在沒有阻礙的情況下開SS OK 好 這邊修塔爾克的位置非常完美 然後等一下王也露出來 OK 非常好 好 那我們的修塔爾克門檻有達標了 然後王就算沒有任何的憤怒 我們這邊不聚能 然後把三個能量快都吃滿 至少要吃到兩塊齁 然後我們不聚能 閃天級 打上去33E 那王的血量是30億啦 算是蠻剛好的一個傷害 那如果你們喜歡這部影片 覺得這部影片不錯的話呢 歡迎訂閱 按讚 分享 有問題也可以底下留言問我齁 那我說 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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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 關於 第三集 大家